我们又能够在这里一起来聚会 又是安息圣日 所以我们大家特别高兴 那今天我想用路加福音19章的一个 耶稣在世上的一个手行的一件事情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开始 五十一节 耶稣就是往着耶路上去 那他带着是一个门徒 一路走来讲了很多的道理 我们看十八章第三十一节 这是 继续的这一段路 三十一节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 对他们说 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再看三十五节 要进耶路撒冷 在这之前会过越旦河 然后呢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 也是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完成救恩之前的记载的最后一个城市 三十五节这边说耶稣将进耶利哥的时候 那在这里有一个故事 那在这里介绍有一个虾子 那是坐在路旁 他的职业是讨饭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悲惨的人 可能没有家或是怎么样坐在路旁讨饭的 又是虾子 那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 他看不见他听得见 他看不见他听得见 所以他听见许多人从那里经过第三十六节 所以问他这是什么事呢 人家告诉他说是拿撒的人耶稣经过 之前他已经听过了 这是机会 他就说出叫了 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 这是一个公式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 听到这样就知道他在喊叫弥赛亚 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 那在前面的人就说你不要讲话 并且是责备他 因为一个虾子坐在路旁 又是讨饭的 没有人尊敬的 他抓住机会 越大声啊 大声地叫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耶稣真的被他叫住了 四十节 耶稣就站住 吩咐人把他带过来 他带到了耶稣的跟前 耶稣直接问他 其实耶稣也知道 因为耶稣知道万人的心 但是耶稣还是问他 要看他的信心表达 你要我做什么 他就讲了 主啊我要能看见 他有强烈的信心 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 他也相信耶稣现在要医治 耶稣说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一个生病的人 这个肉体生病的人 当场当下马上得医治 所以四十三节 这瞎子立刻看见了 那完了之后 他就接下来 他就跟着耶稣 那个荣耀归给神 所以他一边走 一边高兴 一边荣耀归给神 一个地方都有地标 这个人应该是 那个地方的人标 因为要进耶稣哥 如果进进出出 每天都看到那里在讨饭 现在这个人会走啦 眼睛好啦 一直在荣耀神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见证 并且这个人也会引起 更多人的注意 所以众人看见这事 也赞美神啊 瞎眼地得医治荣耀神 他越荣耀神 别人看的人也越多 也可能就跟着人越多 大家也都一直赞美神 所以人就越来越多啊 好 我们看十九章第一节 那现在耶稣进了耶利哥城 正经过的时候 耶稣经过这个城 第二节 那你念一下 圣经这样的介绍很特殊啊 你要读英文才知道 我们再听一次哦 这个要大声一点 这个要大声啊 为什么 因为圣经在有时候用这种句子来介绍一个人 在圣经中文有时候中文没翻出来啦 这应该说 并且看啦 就是说一个人出场啦 这个是大人录出来啦 那你看三十五节哦 十八章三十五节 就是一个人啦 没有什么特殊的 你绝对不会介绍 看啦 一个乞丐 这个对他可能是五路啊 但是第二节 十九章第二节 如果你看那个英文是翻译对的时候 看啦 并且看啦 有一个人啊 念得很好 那名字叫做撒盖 撒盖你读起来没有什么感觉啦 如果当时的人会有感觉 因为这个字有它意义的 平常你听到什么张三 李四 你也不会很大的兴趣 就是三四嘛 就是有一个人啊 这意思嘛 所以你说 when there's a certain person you wouldn't think too much because it's just an ordinary person 如果人家说 这是张大头 他的名字叫大头 你想说这个人 会想想他是不是头很大 就有意义啦 大头 他有内在意思的 那撒盖是什么意思 这个旧业就有这个名字啦 就是洁净 并且很透明 一个透明人来啦 一个洁净人来啦 名字叫做洁净的 他是做税吏掌 but he was a chief task collector 你可能眼睛就一亮 他不是税吏而已啊 还做到掌啦 you're eyes may have grown wide because he's not just a task collector he's a chief 那并且是个财主 and he was rich 你把这三个 把他放在一起 so you put these three together 在当时来讲的话 这种人实在 你也很喜欢他 又羡慕他 又有点嫉妒他 又讨厌他 这是总和的人物啊 so this is somebody that you at the same time admire, envy them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dislike and distrust 我才不甩咧 税吏掌 让你来当你当不起哦 说真的 不是每个都可以当税吏掌的 you may say you know what's the big deal he's a chief tax collector but actually not everybody can become one you need some sort of connections you need some sort of connections you need some sort of connections you need to be connected 社会关系跟政府关系 都要有的 you need to have connections personally and also with politically 不是一般的阿斗 可以当得起的 not no ordinary person can just pick up and be this 好,这样的一个人来了 特别介绍 就是撒盖 好,第三节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因为听太多了 他心里有树啦 心里一定要看看这个人 你会想说 他是不是好奇啊 我们看看是不是好奇 他要看耶稣 但是呢 要看耶稣 人很多啊 因为一个蝦子一好了 在那边赞美 一路赞美 一路赞美 哇,听到人 当然就一直来啊 那看见这四人 也赞美神啊 他也荣耀神啊 所以人越来越多啊 好,人多 但是他身量又小 当到长了年纪应该不小 如果再去运动拉筋 我看吃阴阳品 可能很难再长高啦 So becoming a chief tax collector means that he can't be that young and so even if he exercises and takes out these vitamins he, you know, could not grow taller 环境不容许 人多啊 So the environment didn't allow for him to see Jesus because of the crowd 他后天 他本身又 环境不对 他自己天生又矮小 Not only the environment but he himself was just naturally short So在两个配合之下 中国人所讲的 先天不足 后天四条 结果是怎么样 所以不得看见 当然看不见了 没办法 这是他没办法突破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第四节 这个是很不平常的事情 这个是异类 他说 就跑啊 小孩子跑 你不会感觉怎么样 这个大人在跑 又是税里长 他一定不是跑 进过窜过人群 刚刚已经讲过了 人多啊 耶稣在中间啊 挤不进去啊 他也可能 我们如果替他想方法 他也可能像那个 换十二年 雪落的妇人 挤啊挤啊 挤在当中挤进去 暗暗地挤 但是这样的机会可能不多 因为大家都认识啊 这个 所以历长 他在这个时候出来 像过街的老鼠啊 人人 不喊打的话 手也这样子 不让他过 因为如果他如果想而过 他就像个猪 大家都知道他 他会尽管他 然后吧 阻止他 他会尽管阻止他 我们也会叫他 你也可以学那个虾子啊 喊啊 他已经有过,人家就有过讨厌了,一喊的话,他可能还喊不出来,他喊什么,可怜我,大家想说你有钱有势,可怜你什么。 这时候他跑,他一定是迂悔人群跑到,这边说,跑到最前面,跑到前面去,你可以想象耶稣很多人围着这样在走,慢慢走啊, 他一定是迂悔跑到最前面去了,他一跑,人家稍微会注意一下,哦,那个税里长在跑啊,跑到前头去了,更异类的是他爬到树上去啊,你爬过树吗? 说什么,小孩子,乡下人,乡下小孩子几乎都会爬树啊,我印象中我们同班小学,有一个人家叫他小矮子啊,他最厉害就是爬树。 I remember in elementary school, I had a classmate, his specialty was climbing trees。 那我们班上有一个大象,很胖,很那个。 That kid was really small, and another kid in our class was really big and tall. 那个人当然欺负那个小矮子啊。 Of course the big and tall one often bullies the little, the small one. 那小的有时候常常大害笑就爬到树上去。 So when this little kid is bullied, he'll quickly just climb up to the tree, on the tree. 大胖子爬不上。 So the big and tall one could not climb that tree. So the chief tax collector climbed the tree. 如果一个小孩子爬树,你可能会看他一眼。 Maybe if a kid is on the tree, you would just give him a glance. 这个小孩会不会掉下来。 Thinking, will this kid fall down? 如果是大人的话。 But if it's an adult, 你会想说树上是不是有宝贝啊。 You may think, is there something hiding in the tree? 因为爬树不是正常的。 Because it's not normal for him to be on the tree. And this is a chief tax collector. 在当时的社会,就是一个有尊贵的人爬就已经失态了。 At that time, a person of any noble position, if they run, they've already lost their composure. So they've already lost their composure. 东方都是这样子的。 And that's true for many Asian nations too. 中国的老夫子不跑,都是逗方布的,手放后面。 The Chinese teachers in the olden times, they always put their hands in the back and they never run. 爬,又爬树。 So he ran and he climbed the tree. 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想说,奇怪啊,今天这个税理长是不是不对啦,吃错药啦。 At this time, everybody must be thinking, maybe this chief tax collector took something strange today. 从他跑,从他爬树。 From his running and climbing up the tree. 可以想象,这个不是我们一般说什么好奇啦,想看看啦。 We can say that this is not a person who is just very curious about and want to see what's going on. 人哦,你付出什么,正常人总是要说,我付出这个,我会得到什么代价。 A typical person would say, if I give something, then I expect something in return. 你不会在散步的时候,有一个路人哦,他路上捡一个石头,说, 诶,这个石头跟你换你的节纹戒指,你换嘛。 路上石头一堆啊。 你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一定有相等的那个价值。 It has to have some sort of equivalent value. 傻该把他所有的真的是面子,整个存在的这个尊严全部把他,应该说,把他丢到地上去了。 We can say that Zacchaeus, through his dignity, his composure, everything, and put it on the ground. 众目睽睽啊,爬上树。 He went through this great effort of climbing up this tree. 为的什么? For what? 要看耶稣。 The Bible says to see Jesus. 所以要看耶稣这件事情,他可以放下所有的目前他的尊严。 So for the sake of seeing Jesus, he can let go of his current dignity. 所以可见他对耶稣应该是很认识。 And so we can say that he has an understanding of Lord Jesus. 環境有问题。 Even though he had encountered hardship externally,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他个子又小。 And he was short. 如果他是两百二十公分好了。 If he was 220 centimeters tall, 他不用跑,他人群多是多,你看,人家都这么小,就看到耶稣了。 And he didn't have to run, because he'd be a head above everyone. And he can see Jesus above the crowd. And he can see Jesus above the crowd. And he was short. And he was short. 好,他就这样,为了看耶稣。 But he did this to see Jesus. And he did this to see Jesus. And he knew Jesus was going to pass that way. And he knew Jesus was going to pass that way. 他这个一跑一爬。 So his running and climbing, 他就利用他最好的身材,一般真的是正常小个子应该爬得快。 He really utilized what he was good at, because he was short, so he should be good at climbing. 他跑到前面去。 He ran ahead, 又爬树, 雙重地突破。 And climbed up a tree. These both are breakthroughs difficult for him. 突破他本来个子小,看不到。 He had to think of a way to overcome his short stature. 又人多,看不到。 And he overcome the crowd that blocked him. 他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他就在树上了。 你想说他是不是躲在那里。 不是的啦。 他走过去又不是小鸟。 他一跑人家也知道,他一再爬人家也知道。 他是要看耶稣。 我们看第五节。 耶稣到了那里。 耶稣就抬头一看。 很准地耶稣就对他说。 撒盖。 我看他心已经是会吓一跳。 耶稣直接叫他的名字耶。 耶稣知道你啊。 耶稣知道万人。 耶稣知道万人。 这样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所讲的。 也知道你的心。 耶稣直接叫他名字。 好象诗篇告诉我们。 神用那个心术来描写我们。 神一一地叫出他的名字来。 耶稣是好牧人。 他一一叫出他的羊的名字来。 耶稣知道。 甚至叫撒盖。 耶稣说快。 这是很紧急的。 要下来。 这时候他下来了。 你看耶稣叫他下来做什么。 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跟那个主耶稣对待虾子不一样啊。 耶稣对虾子是说你要什么。 耶稣没有问说撒盖你要什么。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一个是身体的疾病。 耶稣对待身体的疾病。 你要什么? 要有信心。 信心要得医治马上医治。 但是这个撒盖呢? 他有没有病。 有病。 他这个病不是像虾子那身体的病。 这个是不需要激了多久来的病啊。 可能自从他决定说我要当税吏,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不晓得他当了几年的税吏。 慢慢地爬又当上了税吏长。 一路来他的内心是挣扎的。 他的内心可能是痛苦的。 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如果他没有良心的话。 反正我管他钱多,我好好享受管他什么的。 他可能有另类的想法。 我当税吏就是想说是不是为这些百姓让他们的税轻松一点。 有可能这样子哦。 因为当时是报税制啊。 就是这个地区, 罗马政府说, 这个Pasifika这个地方一年要交五十块。 那他就包给一个人啊。 那这个人每年就交五十块。 那他再来这边收啦。 再来这边收税啦。 他也可以收五十块。 当然要多一块啊,不然你怎么活啊。 你也可以收一百块。 看你的手段,看你的利害咯。 你也可以收一万啦。 那如果有一个人有良心。 他说我就收五十块, 五十块又一毛钱。 那有人比较没良心的, 他可能就收一万啦。 所以这个撒盖。 他在当时, 那个罗马人是外来统治的。 以那个社会情绪来讲, 他们是反对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犹太帝常常发生那个革命的事件。 所以从社会的观点, 从宗教的观点, 这个撒盖内心是挣扎的。 耶稣跟他说,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耶稣没有问说,你要什么? 你要医治吗? 这个不是一句医治可以医治的。 要耶稣进到你的家。 哇,他就赶快急忙的下来了。 中目睽睽,一步一步地爬下来。 上树容易,下树难啦。 你上过吗? 你家如果有那个树, 这里有那个橘子啦, 或是我家以前有一棵那个樱桃, 到后来长大了, 上去容易,下来真的是很难。 他高兴的。 把他看在眼里, 他急忙下来。 并且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所谓的等下接待就是把他接到家去住。 耶稣一句话没有讲耶。 耶稣没有站在那个上树下就说, 你一生到此, 讹诈了多少人啊。 应该悔改啊。 耶稣一句话都没讲。 耶稣要去他家住。 好啦,他赶快接耶稣回家啦。 这个众人一看耶稣不接人啦。 因为现在耶稣已经造了那个税吏的家啦。 所以世下就议论说啦。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其实住宿这是如果用那个, 你看那个西亚文, 他是把东西卸下, 也就是说本来是旅途在走嘛。 你的行李啊, 好像背包那个什么, 背包客,背包主啊, 把你的背包怎么样卸下来。 耶稣真的住在他家。 圣经没有说住多久啦。 耶稣也需要中途休息休息啦。 耶稣不是一个人啦。 至少有十二个人, 刚刚我们看到了十二个人一起走啊。 耶稣就住在撒开的家, 并且带了一小队人,至少十二个啊。 好啦,第八节。 当然这个时间是有距离的啦。 你不要把它想说是在那个上树底下, 或是那一天啊。 不晓得经过几天哦。 这个撒开自己来了。 撒开站着。 圣经特别的,圣经每一句话不是说, 站着只有它内在意义的。 从就位你看哦, 想某人站着都是一种宣告。 并且他是站在耶稣的面前。 站着对主说。 说主啊。 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 然后呢,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这是耶稣跟他一起住,同住的结果。 他内心的这个苦楚不是一句话可以解决的。 一定要把耶稣接到家。 耶稣要跟他同住。 同住之后, 他才能够有这样的行动。 。 其实撒开是心生病啦。 其实, Zacchaeus has a sickness of the heart. 从他爬树就可以看到, 他实在是不晓得找谁去解决他的问题。 从他跑去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他是聪明人。 当主耶稣告诉他说,快!下来! 他真的下来啦! 你没有下来,就没有办法接耶稣到你家。 我们有时候常常下不来。 有一个美国人,他好厉害啊! 他有一天讲一句话。 我记到现在。 我也是佩服他啦。 他说,我太伟大啦! 我没有办法谦卑啊! 一个人要讲这句话,不是我们可以讲出来的。 他是真的很厉害。 他有一个封号什么王啊! 他是什么王啊! 他是什么王啊! 他就下不来啦! 很高位的,很有成就的,很厉害的人。 真的下不来啊! 他有时候很需要,但是下不来。 好几年前我听,不是,就在谈的时候,一个姊妹,一个老姊妹,我问他,你先生怎么样啦? 他没有信啦! 他说,信耶稣,信神,他应该会相信。 因为家里很多神迹啊! 那主耶稣也救过他啊! 他有一次在很急难的时候救过。 但是他说,他是四星上将,说我没有办法跪啊! 跪不下去。 他说革命军人哪有跪的啊! 四颗星让他跪不下。 但是感谢神了,到最后他老了,老到可能不太会走路了,他就跪得下了,就熟悉了。 高贵的人有时候下不来。 但是卑微的人有时候也下不来啊! 有一个,有一个人啊! 老啦! 年轻的时候还不错,他是做工的啦! 就是老的时候就没有体力了嘛! 所以没有办法做。 那他太太都是每次都嘲笑他,啊!你没有用啦! 无老人的人。 他想说,我活了七十几岁了,我年轻的时候拼了半死啊! 这个家也是我以前打工,做小工,钱这样积起来的,我老了,你说没有用啊! 是没有用啊! 那他常常用生病。 这个高,那个高,那个高。 他有各种健康的问题,他的高度是太高。 酒病也,家里人,他的女儿也是,他跟女儿住啊,感觉好麻烦啊! 今天看医生,明天要看医生,后天要看医生。 他就讲说,算啦! 他要去自杀。 他自杀又怕人看见。 他到家后院。 他是乡下人,有养鸡嘛,有鸡舍,他就在那边钓。 所以,它是一个很乎的地方。 他们有鸡舍。 所以,他自己在那里。 他没有伺好。 他可能太重了,把整个鸡盆给弄垮啦。 那个屋顶。 他的太太要臭骂一顿。 你要自杀啊,坐远一点啊,把这个鸡舍给弄坏啦。 他说自杀也有问题啊。 这个活得实在是太没有尊严了。 这时候,隔壁送他那个红柿子。 他看那个中国,台湾有黄粒。 他看那个喝米酒吃柿子会死。 聚毒啊。 以前不是有那个布置吗? - There's like a pamphlet where you can see, if you were to mix rice wine with persimmons together, then you will die. 软柿子,好几个,他就去买了几瓶酒, 把所有的继续买了几瓶酒, 那个几个柿子带着, 他去那个高树公路的天桥下面, 在那里,一口柿子,一口酒, 他说就死在这里。 也不会炒到别人。 - So he took with the many ripe persimmons, bought some rice wine, went under the bridge of a highway, and with one bite he bit into the persimmons, and then drank some wine. He's thinking I won't bother anyone, or trouble anyone if I die here. - He drank both bottles of the wine. - He drank both bottles of the wine. - He ate all the persimmons that he brought with him. - He ate all the persimmons that he brought with him. - And he fell asleep. - I'm not sure how long passed. - He thought, oh what's that, that's so noisy. - He thought that he woke up and was in hell, somewhere where people who die go to. - But no. - He was still under the bridge. - He was still under the bridge. - And it was really noisy. - And he's still, he's still there. - 刚好他的隔壁就是宋世子, - 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老姊妹. - So the neighbor who gave him these persimmons - Is a sister who's believ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true Jesus church. - 叫他这么可怜啊. - She saw how pitiful he was. - 不然你来信耶稣啦. - And said, oh why don't you come believe in Lord Jesus. - He says, nobody in this world wants me. - Why would Lord Jesus want me? - 他也吓不来啊. - So he couldn't come down. - So he couldn't come down. - So he failed in his attempt to commit suicide. - He failed in his attempt to commit suicide. - He said, oh, he failed in his attempt to commit suicide. - He said, oh, he's at a dead-end. - So he thought, well, couldn't hurt to go try to see if Lord Jesus will accept him. 所以一个卑微的人,有时候不是到他真的不行,他也下不来啊 他本来以为没人喜欢他,他根本就不值得活在世上 所以叫他说下来 其实傻该是每个人 无论你是高位,无论你认为你实在是人家都不喜欢 后来他下来了,他说好吧,我去聚会,让主耶稣爱爱看 叫他怎么祷告 他开始祷告 他真的是主耶稣爱他 所以他到最后很高兴啊 他回去之后他的太太,他的孩子刚开始说奇怪,今天怎么...本来都是很愁苦的,现在怎么...这个老爸回光缓照了,可能没有几天哦 但是他越活越健康 你们都不爱我,没有关系 所以耶稣爱我 感谢主后来他还把耶稣带到他的家里面去 所以耶稣说,我要到你家去住 耶稣跟他一住啦 傻该就站在耶稣面前 做出他的宣告 其实他是有慈悲心的 他财产应该很多很多 一半给穷人 并且他说,如果我恶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表示他不是...所有的钱不是恶诈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根本还不够啊 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解释 这是你托人家东西要赔偿的 托一只羊,还四只 他是要自己还四倍 他需要耶稣 他也回转啦 并且也真正地付出啦 这时候耶稣宣告啦 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讲了两天 两个两天 两次讲今天 第一次是说,傻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耶稣住你家不表示你就有福气 我们常常说耶稣住在家就有福气 若是罪人之家 耶稣来了,刚好修理一下 但是耶稣就讲今天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耶稣到了你家 当你悔改啦 当你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啦 耶稣就宣告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所以在这个家 所以在这个家 有耶稣 在这个家 有救恩 这两个在一起的 这两个在一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子孙 不是肉体的 从内心的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9 随书针对着当时那些 犹太人 文士法利赛人 他说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耶稣对他们讲 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们的爸爸是魔鬼啊 因为你是撒谎 所以这里耶稣说 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是真以色列人 所以耶稣来救他 耶稣救罪人 但是耶稣救得了罪罪人 你心里再怎么样重的罪 再怎么样重的内心的结 像这个撒盖金 寄了这么多年 寄到成为长了 耶稣跟他同住 耶稣把救恩带到这个家 但是面对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 就没责啦 所以第十节 耶稣就要宣告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死上的人 现在耶稣来了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缺失的 最好的人 你也缺少爱 保罗说 爱总是感觉什么 缺陷 你如果感觉说 我已经完全了 我爱已经完备了 那就可以像保罗所讲的 你就等着耶稣把你找回去了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慈悲 耶稣特别来找这个撒盖 真的他是一个洁净的 他是一个透明的 在神的家中 耶稣同在 并且救恩领到他的家 我们在一起来唱诗 的寻想 的你要寻想 有点 我们在爱总的